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志祺希希的Podcast 每週陪你聊聊新聞時事 最後一題或是一些輕鬆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的這一集,我們要來聊聊的主題是《熔爐》 你有看過或是聽過《熔爐》這部韓國電影嗎? 2011年,這部曲才是《真人真事》 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影上映 短短一週內,韓國的社會就掀起了滔天巨浪 因為大家發現,光州的某間聾亞學校 竟然真的發生過失對身的集體性侵案件 超過百萬的網友參與聯署 要求警方重啟調查 甚至促成了韓國修改性別暴力防治法 《熔爐》到底拍了什麼? 真實事件又是怎麼回事? 小說跟電影真的能夠改變社會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熔爐》吧! 電影《熔爐》的劇情主要在講 由孔劉飾演來自於首爾的美術老師江仁浩 去到了一間位於虛擬城市悟金市的慈愛聾亞學校教書 但一到新學校,他就發現 這間聾亞學校裡面的氛圍很特別 學生看起來都很冷漠 剛開始,他以為只是孩子們比較內向怕生 直到他親眼目睹了學生被其他的教職員毆打 甚至被涉間虐待到住院 他才了解了關於學校的秘密 原來這間私立的聾亞學校 從校長主任到校內的教職人員 長期都有性侵虐待兒童的行為 但那於這些聾亞學生 很多都出生於底層家庭 出事的時候根本沒有大人可以依靠 江仁浩在發覺異狀之後 為了保護孩子,制裁加害者 決定跟由演員鄭尤美 飾演的人權社工徐佑珍來合作 拍下學生的自白 向媒體公開孩子們的遭遇 一撞把加害者告上法院 不過很可惜的是,在電影裡面 案件雖然被公諸於世 但法律並沒有幫他們伸張整理 電影裡面,由校長主任 這對雙胞胎兄弟為首的私立聾亞學校 為了不讓醜聞曝光 不但長期賄賂警方 對於外還善於精情虔誠的基督徒形象 開庭時,當地民眾都以為 校方人員一定是被侮賴的 八成是這些聾亞學生 想要透過造謠來賺錢 除此之外,校長們找來的律師 也是法官退職之後轉任的 而根據韓國法律界的潛規則 錢官禮遇 這類型律師在進行第一次訴訟時 案件法官會因為尊重前輩而判他申訴 再來,有錢有事的被告方號 也會利用金錢公示 逝者跟被害學生的監護人談和解 那就像剛剛說的 被害學生多半是來自底層家庭 大人們不想把事情鬧大 所以學校策略也確實奏效成功達成和解 而最後,電影裡面的法官 就以被告沒有前科 對社會貢獻良多 再加上已經與被害者家屬達成和解為理由 判處三位被告緩刑,根本不用被關 也就是說,有別於很多電影 會帶來一個正義必勝的結局 熔爐卻給了一個我們加害者逃過制裁 讓人覺得非常不公平的收尾 而且更讓人無奈的是 這個故事是基於真人真事改編的 電影《熔爐》在現實當中的原型事件 是《光州人和龍亞學校性侵案》 這間龍亞學校裡面 從校長到老師總共十幾位加害者 從2000年開始就長期暴力毆打 以及性侵害校內多名聽障生 其中受害者最小只有7歲 直到2005年,在學校任教的老師全應謝 決定為學生挺身而出 跟當地人權團體合作,踢爆醜聞 但經過調查後,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 只舉報了6人,其中4人受到司法審判 最後包含了校長總務主任在內的4位加害者 雖然在一審被判刑10個月到5年不等 但在二審卻大逆轉改判緩刑 原因是他們沒有前科 而且跟受害者家屬達成了和解 更荒謬的是兩位加害者老師 甚至還回到學校繼續院教 而且更讓人遺憾的是 這件事情在當時並沒有引起韓國社會太多的關注 好險在2008年,韓國作家孔之勇 從報導中注意到這則新聞 作家孔之勇1963年出生於南韓首爾 他從大學開始參與社會運動 也曾經在1987年韓國大選期間 約參加反會選的抗議活動而被警察逮捕 抓進了看守所 那次的經驗讓他立志成為小說家 因為他的作品主要都圍繞在關心女性、工人、窮人等等 在社會上相對弱勢的族群 所以他也被讀者們稱為是韓國文學的自尊心 2008年,孔之勇無意間看到了一則 關於光州隆亞學校性侵案的新聞 報導裡面寫道 當法官宣告被告緩刑時 手語翻譯的瞬間 現場的樓掌人士都發出了抗議聲和哭聲 這段文字讓孔之勇覺得非常震撼 他決定親自拜訪受害學生 以及訪問揭發事件的老師 最後將事件經過寫成小說容讀 並於2009年出版 而至於拍成電影的契機 則是孔劉在讀過小說之後 對於受害者經歷感到生氣又心疼 身為演員的他可以思考自己可以做點什麼 他覺得電影比小說更容易觸及到大眾 或許可以發揮更多的影響力 因此主動提議要把熔爐翻拍成電影 而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 熔爐電影上映之後 立刻在韓國社會掀起了巨大的迴響 2011年9月 熔爐電影版上映之後立刻在韓國爆紅 300萬網友在網路上連鎖 要求政府正對光州龍亞學校性侵案重啟調查 結果電影上映不到一周 光州警方就組成了專案小組 重新偵辦這起案件 調查過程中大家發現 根據當時韓國的性別暴力防治法規定 雖然他們有處罰了法律 但是不夠重 而且案件的公訴期只有7年 也就是說在2011年的時候 當初涉案的加害者 已經都過了法律追訴期 就算從其調查也改變不了什麼 所以大批的民眾呼籲政府應該修正法律 而在一個月之後 韓國國會就以207票支持 一票棄權的壓倒性優勢 通過了更新版本的性別暴力防治法 又被外界簡稱為熔爐法 經法規定如果性侵了生障者 或是不滿13歲的幼童 最高可以處無期徒刑 而這類案件的追訴時效 也直接取消限制 另外如果加害者是在社會福利機構 或特殊教育單位任職 還可以加重處罰 回到光州隆亞學校的性侵案 重啟調查之後 涉案的人員也從原本的4個 新增到14個人有罪 學校也由光州地方政府接管 關閉重整 改成為國立的特教學校 後續韓國政府也通過了 《社會福祉事業法》修正案 希望能夠確保未來社福機構的經營公開透明 預防類似事件再度重演 節目的最後 又想來聊聊我們製作這集的想法 我們知道《熔爐》這部電影已經上映十幾年了 很多人就算沒有親自看過電影 也可能聽說過這部片 當我們回頭看整個事件的時候 我們注意到 這個事件從一開始發生到最後的修法 總共橫跨了十幾年的時間 這當中其實有很多的節點 比如學校老師告發 案件記錄司法程序 判決出爐後有記者報導 作家顯示小說被改編成電影 一直到最後一個 韓國社會才終於有了廣泛的討論 我們很擔心的是 在這十幾年之間 會不會其實有更多類似的事情正在發生 同時我們也會想 如果在剛剛那些節點當中 整個社會能夠更早的一點 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那當時的受害學生 是不是就能夠更及時的得到外界的支援 政府單位也能夠盡早的注意到整個體制 或環境可能隱含的問題呢? 但當然我們也知道 在每天都有這麼多事件發生 大家注意力被分散的情況下 要群眾團結起來追蹤特定的案件 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而且雖然正義來得有點晚 但至少就結果來說 這起事件確實也推動了 韓國法律修補的更加完善 那麼也希望當初受害的學生們 在經過了專業的心理治療之後 現在都能夠過上更加平順的生活 好的 除了今天分享的韓國熔奴 其實台灣在差不多的時期 也發生過台南起聰學校集體性侵案 那跟韓國比較不一樣的是 台南起聰學校的集體性侵案 因為大部分都是身對身的性侵 而不是老師對學生 所以法律上面 校方的責任主要是隱匿案情 而當時那些被彈劾的教職人員 最後也都只有受到寄過的處分 那當然 2020年劇情跟這個事件非常類似的電影 《無聲》上映之後 有引起一波關注 但我們的感覺是 台灣社會真理的反應 並沒有像韓國那麼激烈 雖然有立委提案要求教育部提出專案報告 向大眾說明當初案件的各項疑點 但目前我們並沒有找到 後續教育部任何的相關回應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資訊 也歡迎幫我們補充 好的 那話要說回來 回頭看這兩起案件 我們覺得很遺憾的是 明明轉眼都十幾年過去了 但是這類跟兒童或是權力未接有關的性暴力事件 就還是層出不從 比如N號房、創意私房 或是各種MeToo案件等等 而且在這些事件爆發之後 就算政府有因此修法、提高新發 但老實說 我們還是無法很樂觀地認為 悲劇就會到此為止 不過在這集的最後 我們還是覺得 雖然過程痛苦很無力 甚至很疲乏 但千萬不要放棄 就像榮盧電影裡面說過的 一路奮戰不是為了要去改變世界 而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或許很多時候 大家可能會覺得自己的力量很少 但只要有試著發生 願意站在一起的人總會出現 比如全音線就等到了孔之勇 孔之勇就等到了孔流 我們相信只要有越來越多的人不放棄 且持有共同的信念 最後一天 我們還是有機會成為強勁的力量 一起守護我們最在乎的價值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按下追蹤跟訂閱 如果是對於這集的內容 對我們的Podcast節目 或是我個人有任何的疑問跟回饋 也都非常歡迎你在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新留言喔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